有时候我们看着图片的色彩 然后我们会用想象的 把它设计成一部分是冷色 一部分是暖色 尽量能让我们冷暖色的这种交界的面积 或者说它的交界线变大 目的就是让一般人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很快能够了解到色彩 它的温度代表了什么 因为色彩的温度是很维系的 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透视 它非常清楚 这个街景的远近 我们就知道就像两条平行线 它有个小时间 可是色彩的色温 就不是那么明显 尤其我们对温度的感觉 我们如果在穿衣服的时候 稍微热一点 稍微冷一点 我们都会感觉到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明显地说明 现代极度 最主要是我们非常敏感于温度的变化 所以利用这样的敏感的变化 我们对它的感觉 我们就把它应用在画布上 让色彩的温度形成这个距离 因为比较冷的就会往后退 比较暖的就往前进 所以我们在调色板里面 就开始设计成冷跟暖 先跑出来 也许你们会可以看到 白色加了红色 它也会变得一点冷色 那这些冷色呢 通常就是在光线底下 慢慢地它就会呈现比较近的距离 这张的画布呢 大概高是两公尺 宽度是1.75 相当于一个人的高度 所以它是有点直立性的 因此呢 每个形它都是纵深的 意思就是说它是从底部画到上面来 它是有关联性的 因此它的色彩 必须有上下一次的关系 我在做这个画的时候 我就会去注意到 色彩从下到上 它有一部分呢 是有衔接性 有一部分呢 是没有笔触 有一部分呢 是有笔触 接着有笔触的 差异性呢 我们来形成这个纵深的关系 因为它是直立的画布 如果你看到一个两公尺高的巨人 我相信你一定会抬头稍微看一下 哇 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画布的大小呢 就给人一个惊奇 再来呢 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个惊奇里面呢 再给予一点点的不同 意思就是说 它只不是一支电线杆 它不只是一个门 它是一个有话跟你说的色彩 那这个色彩呢 我们就尽量把它摆进 我们刚才调的颜色 我们刚才从冷色到暖色 我们还调了一个颜色 叫做灰 这个灰是来自于红 蓝 黄 我们把比例稍微调接近一些些 当这个三个颜色调接近的时候 这个灰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距离的感觉 最后呢 我把距离拉开 我拍了一张照片 这个是大概 我们刚才运动的结果 我拉到三五公尺外面 去拍一张照片 这是不是很像一个抽象花 有无尽的对话 又好像有光线 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这画布里面 其实抽象花的来源 也就是来自于此 你给它很大的观念 它产生了一个无穷尽的想法 等下来 一张照片 再一个绳子 再一个非常嘴巴